我准备给各位老师 带来一段我的舞蹈吧 也算是 舞蹈 对 好 让我们一起共同欣赏 舞蹈 我来个非常专业的业余点评 就是作为一个学生来说 跳得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要比起Lisa来说的话 没有把Lisa那种狂野给展示出来 你要跳会怎么样 我跳会把那个台子给弄塌 你跳的话你是Lisa还是Pizza 我是Pizza 就你来到我们企业去实习 你认为实习 你想要获得什么样的价值呢 就比如说 我来到一个公司去 然后比如说老板希望 我可以把这个喜业号做好 然后我就会用我自己的能力 以及我对这个事情的喜欢 去尽力去把它做好 做到完美 说我现在和我男朋友的这个账号 已经是算是一个 比较成熟的状态了 会定期地去发布些内容 并且就是这些内容 会是我提前做好的 包括我以后 如果我要去自己 打造我自己的个人IP的话 我也去合理地去分配好时间 并不会去冲突我自己的工作 但是相对于工作来说 一个企业号 是我一个就是说 没有去全面地去接触的一个东西 需要学习的东西 我反而会去投入更多的精力 去在这个上面 你打到个人IP 个人品牌的同时 你不可能兼顾到两个品牌 因为在第二个品牌 你需要更多的时间 而且你接到别人的广告的时间 你更多的时间 需要把你广告去变现 包含给它的流量 所以说我觉得刚才你的时间分配 我觉得我们所有企业家 可能都心存很大的疑虑 其实李默 我在想你的号 其实只有五十几万 还没有在这个里面 真正把它立起来 你马上要去打造另外一个IP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为什么要去再打造一个 我只是说打造个人IP 是我未来的一个 工作的一个计划 并不是说我目前 一定要去立刻去实施 但是我已经把它未来的一个 整体的蓝图 去给它构设出来了 你能告诉我蓝图是什么吗 就是先把这个账号做得大一点 粉丝基础再大一点 目标多少在 目标至少要一百万 你的蓝图的IP 定位在哪个方面 定位在什么 美妆 我认为的就是 目前我的工作设想 主要分为三个板块 就是第一个板块是 我自己的自媒体运营 我永远就是说 不会因为我自己的工作 去放弃我自己的个人账号 个人IP的打造 然后就是会更加努力地 去打造一些 输出一些 更加优质的内容 第二点呢 就是对于粉丝年度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互联网上 红得一茬又一茬 韭菜割得一波又一波 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 你能够留住一批 就是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粉丝 所以说我会经常地 就是放一些自己的微信小号 或者是说开设一些微博群 然后去积极主动地 去和我的粉丝 去就是交流沟通 然后第三点就是 关于这个变现能力 这也是我目前利用 就是粉丝 或者说利用自媒体 赚钱的主要渠道 我可能以后也会通过学习 去接触一些 关于直播带户的这些东西 因为确实非常地有发展前景 就是你的个人账号 从现在的十几万的收入 到未来你去带货 或者说那更大无限的一个收入 你这个选择的真正的动力 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 郭老师 我想说的是 我并不是说去放弃 我自己账号的那些变现能力 就是我会在自己工作的同时 兼顾好我自己 因为我不只是我一个人 如果说我那个大的一个抖音号 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用 我男朋友也可以去用它 去发布作品 所以说我并不是说 放弃一个可以变现的机会 所以你的目的是去学习了 还是说要把这一家公司 的抖音号做起来 这两件事情不冲突的 其实本质上 我觉得它没有办法 自圆其说的 因为我的真正的 优秀的头部主播 你的本身就自媒体 它加了定义 就是你自己要去干的 一个媒体属性 所以你不可能只花两个小时 如果你想未来要成为一个美妆博主 等等这些 你一天不可能少于八个七个这样的 直播间你得待六个小时以上 在这个时代里边 我觉得应该是变化的 去看待职业的方式 如果你来我这里 我会给你底薪 我会把你的账号运营起来 我们会建立一种分配的机制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给你 李莫 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美妆 包含我们的穿搭 包含我们的形象 包含我们的整个 给所有人打造的这个形象力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往这边方面发展 做成内部的创业 我们的产品端 我觉得你是可以在现在给你机会的 因为刚才看到了你所有的定位 其实是流量 明白吗 你再去签约大的一个网红公司 你的核心的价值没有体现 所以说我想在你未来的时间 给你增加核心价值 可以跟穿搭老师学习 明白吗 我刚刚一直有一句话 一直想说 但一直没有来得及说 就是 其实我需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我自身的一些浮躁 加上我对这个行业 我热爱的行业 还有我目前要学习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觉得我今天 就是我本来以为 我是做足了准备来的 但是我现在才发现 其实我准备的只是 九牛一毛 我做的这些成绩 可能我自己相比较 我的同龄人来说 可能我觉得 自己还蛮有成就感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 听完每位老师对我的评价 就是批评也好 称赞也好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发现自己 还是存在很多的毛病 我跟你说 你千万别妄自菲薄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看多了太多的小孩 就像你这样 我觉得你是难得的一个 安全感非常高的一个孩子 你和他在一起 就是说你会非常舒服 而且你会比较容易放心地 把这些事情交给他去做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小姑娘 好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到 李默的职场情商课 大家每天都加班 还没有加班费 今天你外地的男朋友 来给你过生日 刚点上蜡烛 领导打电话 让你回去加班 你怎么办 首先第一点 我会先询问我的老板 这份工作是加急 必须现在处理 是的 还是可以让我缓一缓再处理 不可以 不可以缓 对 要不然就不给你打电话了 那我会和我的男朋友商量 能不能先给我 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时间 让我把工作先做一下 然后我觉得 不行 我大老远地飞过来看你 那我回去了 我觉得你不能把问题 全弄到极限人家回答 对 这样吧 我们先就她的这个回答 来听听人力资源专家的点评 亚云 我觉得李默她的回答非常好 作为一个大三的学生 她能够去看环境和条件 并且她能够去有所取舍 她是一个事业心挺重的女孩 我感受到 而且其实就是回答那个情商 您挺高的 我认同 还有第二个 她有很多大学生该有的优点 比如说她一直在做探索 并且她还有目标 她希望到大平台去历练 所以她到电视台实习 包括她愿意到企业去实习 说明她是有学习的心态 只是因为她是探索里边 有成就感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家欣赏她的 当然回归到职场本身 企业家提醒你的建议 你也要注意 就是你怎么做你的合理时间分配 保证你不要跟企业利益冲突 这个是一个职场最重要的职业化特点 在第二环节让企业家们 留灯做出选择之前 再和你确认一下 你来找的是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岗位 对 希望工作地点是 重庆 杭州都可以 天津是一定不考虑吗 因为我刚才听到你讲 你想要去到杭州 去到一个互联网 氛围相对浓厚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里我要跟你说一个 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在咱们天津瑜伽铺 有一个双创大厦 已经正式落成了 抖音直播生态产业园 所以你想要在杭州 见到的很多东西 已经慢慢地在天津呈现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 天津的工作机会 你的期望薪酬 我是实习生吗 就是我觉得 实习岗吗 对 实习岗 说个范围也可以 就3000到5000就可以 3000都没问题 好 刘登的企业家 来 用你们手边的按钮 做出选择 哇 祝贺你 李沫 我紧张了 从第一轮一直保持到了第三轮 谈钱不伤感情 这11个人谈钱一定伤感情 对 来 我们先从李群这边开始 来 群姐 脆生生薯条呢 现在是一个新进的网红零食 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天津 给当营的职位是新媒体运营 六人游欧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助理 实习岗 实习岗 有可能在石家庄 因为我为石家庄的那个部门在招人 人设拍给李沫的整个新资是5200加计效 然后我给你的岗位是我们整个人设拍及穿搭会的新媒体运营 但是有一个是给你一个辅助岗位是穿搭造型师的这个助理 欢迎你来做光明天使啊 是按照我们的人事要求呢 这个实习岗呢 是按天给的 按200一天加计效 金山云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这个实习生 然后我给的薪资就是5000 天津志喜和天津志强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 我们也是按照日新结算 因为我们的时间会相对比较自由一点 所以每天100块钱 然后同时呢 我认为你非常具备去做达人或者是主播方向的培养潜质 所以在你行有余力 自己愿意的情况下 月收入不会低于3000 也就是综合收入会在6000以上 李莫我觉得你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还是我娘盛定做的 我有个合伙人 他做的公司叫这个威梦传媒 在新媒体里专门专注于做新媒体营销的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这个威梦传媒的这个新媒体运营 新叫6K 然后地点是北京 上海或者是杭州 李莫 这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就是举相网投资的一家公司叫嗨库 嗨库呢是叫全名叫北京全球创业的峰会 去年是举办第一期 我们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 国际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大林天地是专门做数字化品牌公关营销的一家公司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新媒体运营 是在北京6000 腾越教育 我给了你的8000的底薪 再加你的账号的分成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成就你的梦想 全是与给你的是瑜伽方面的新媒体运营官 工作地点在北京 薪酬是 薪酬是 4500 好 谢谢老师 大卫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啊 真的是一个好的人才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啊 企业家真的是砸重金来求财 那可不 所以啊 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求职者 好好的去梳理一下 对 你的价值到底是能够怎么样去实现 我觉得这样的话 做好准备来这个舞台 杨曲高薪不是梦 好 来 接下来呢 李莫 考虑一下 走到他们其中 九位的面前 灭掉九盏灯 想好就出发 走吧 人总要学着慢慢长大 走吧 走吧 开始进行全面 是不是团面啊 莫尔特 我们播音主持的女生连灭灯都有这个技巧 对 走到头从里到外 让所有的悬念都保留到最后一刻 我就突然发现播音和主持专业的人怎么这么优秀呢 那当然你看我你还看不出来吗 是的 今天我就觉得你特别优秀 来 祝贺任一鸣 祝贺谢惠思 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也请我们的求职者回到舞台上 咱们先从惠思这边开始 来 我们先请惠思 好 我看到李莫的时候就想到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21岁在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实习 我感受到了那个时候的自己 站在舞台上的那种热情洋溢的感觉 其实我特别能够体会到那种 你对世界积极多一点 成功的机会就多一点 所以我刚刚给你提供的 不仅仅是一个综合性的岗位 而且实际上你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过程中 给到你很多专业知识的一个灌输 我承诺我自己亲自带你 就是如果我选择你的话 就是你亲自带我是在主播达人方面 还是在新媒体运营方面的 是在各个方面 谢谢老师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任一鸣 首先的话 李默会在我们这个地方 给你什么样的发展机会 两个赛道 第一个赛道的话是新媒体运营 但第二个的话 因为我们做的品牌 本来就是做人物品牌包装 我有很多的经验 打造了六千家的人物品牌 所以你可以跟我学习 直接学习人物的孵化 第二板块是穿搭师 你可以跟他学习 去整体的穿搭 可以定位成博主 所以说我给了你的薪资是五千五的加 非常高的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薪资 我想说一下 这个惠斯这边是六千 既然这么喜欢我们的求职者 能不能至少打个平手吧 我也为我们的求职者争取一下 谈钱不上感情吗 没问题 那就也变成六千家 没问题 好 谢谢老师 来 有没有什么最关心的问题 一个 问到任一鸣 你觉得就是能给我带来 最突出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 就是你的 你从过去的这种流量型 你看刚抓的都是热点对吗 变成内容型的主播 这是你未来的整个内容的一个升级 包含你的可能在你的穿搭方面的一些 更深的核心价值的提升 好 接下来 李默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在人设拍和致喜 致想之间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都拒绝 说一声谢谢 再见 好 所以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谢老师 好 祝贺谢惠斯 谢谢 谢谢 也感谢任一鸣 来 和我们的企业家握个手吧 也祝贺我们的求职者李默